我是非常为自己故乡的 悠久历史和文化传承而自豪的 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这个和我目前倡导的 不吃米面糖拥抱肉蛋菜有矛盾吗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叔 武汉疫情初起的时候 我正在湖北老家探亲 至今已经有将近三年 能够再次回到老家 能够见到家人、老师、老同学、老朋友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我的老家以前叫做武山农场 是1953年成立的一个机械化农场 至今已经有将近70年的历史 我也是从本农场高中 唯一一个考上清华的 现在我的老家已经改名叫做 屈家岭管理区 隶属于金门市 屈家岭其实在中国的考古史上 和历史上的话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的老家也就是著名的 屈家岭遗址的所在地 也是屈家岭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说来也是非常有意思 虽然我现在是在提倡 不吃米面糖 拥抱肉蛋菜 我的老家屈家岭 却是中国农耕文明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是长江中游 水稻种植的发祥地 在我们这里还专门建立了一个 屈家岭遗址博物馆 昨天非常高兴 我得到这个机会 专门去参观了一下 这个新落成的博物馆 屈家岭文化的重大意义 有这么几点 首先它证明 中国的水稻的话 是产于本土的 并不是从国外输入的 因为以前的说法是 中国的水稻是从日本 或者东南亚传入的 现在有屈家岭文化 它发掘出来的水稻种植相关的文物 就可以证明 我们的中国是世界上 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 第二点就是 以前的话认为黄河流域 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 屈家岭文化证明的话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 都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 是并存的 屈家岭文化有5000年的历史了 它大概延续了有1000年左右 本认为是人类从狩猎和采集野果的阶段 进入了一个农耕文明 就是像水稻种植这样的一个阶段 这个在人类发展历史上 实际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因为狩猎和采集野果 它提供食物实际上是不稳定的 然后进入农耕文明 有了稻谷 有了这些的话 人类才可以更快地繁衍 然后创造出更加先进的文明 也就是说从史前文明 进入一个早期文明 在这个时期 也有彩陶和纺织的文物 就说明的话 其他的行业也都在发展之中 屈家岭遗址 也是被誉为是 20世纪中国的100大考古发现之一 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 还有好多文物 都在博物馆里展出 其实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大家搜一下 屈家岭遗址博物馆 就可以找到了 我是非常为自己故乡的 留久历史和文化传承而自豪的 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这个和我目前倡导的 不吃米面糖 拥抱肉蛋菜 有矛盾吗 我觉得其实并没有 因为农耕文明的出现 其实也是为了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是生产力的进步 从这个狩猎和野果采集的时代来看的话 是一次飞跃 但是已经过去了5000年了 人类的话 总是要不断进步 不断发展 不断的推陈出新的 因为目前的这个常规的饮食方式 已经造成了大面积的糖尿病 和其他慢性病的流行 所以的话 我们真的有必要 为了人类的健康和有序发展 来做出更多的改变和改革 这个才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真正的内核 读过三体 这本科幻小说的朋友们 都知道一句著名的话 叫做 给岁月以文明 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简单的说 文明也是要发展的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更快更好的推广普及 低碳饮食 减少病痛 降低成本 让人民呢 更加健康幸福的生活 这样 在故乡的历史上 就有我们自己 可以骄傲自豪的一页 农根文明在中国也真的是不断在发展 几千年前都是所谓的刀根火种 在博物馆里我们看到的都是石头制的工具 石厨石斧之类的 在我的故乡武赛农场成立的时候 就是为了形成一个机械化的农业 现在将近70年过去了 农根都已经用上了无人机 我们都正好碰到有无人机在喷傻农药 中国的农业跟国际的先进水平的话 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代差了 很多播种收割也都是机械化作业 这也是足可以告慰先辈的时候 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再加上供应链的调整跟改革 还有农作物的选择 相信今后一定不难满足 这个低碳饮食推广 之后所产生的新的需求 大家对农根文明的发展 和低碳饮食有什么看法 欢迎一起来交流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跟着青蛙大叔随心所欲 轻松空膛 开始